哈喽大家好 那今年网络领域最火的是什么呢 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的是WiFi6 实际上呢还有一个技术革新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啊 那就是下一代的广域网技术SD1 WiFi6呢只是WiFi技术阶段性的一个正常的升级啊 那产品的形态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那么SD1呢就是一个新生的产物 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 那甚至听都可能没有听说过 因为这项技术目前只适用于企业啊 对于个人来说也可以用到它其中的几个简单的功能 只是说在费用的方面呢可能会暂时劝退个人用户啊 具体SD1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呢就是异地主网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异地使用手机的4G网络 5G网络 甚至是在咖啡厅里面用免费的WiFi网络等等 然后无限制的轻松和家里面的网络组网互动起来 形成一个大型的局域网 不影响连接互联网的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像在家里面本地的网络一样 很轻松的访问家里面的设备 以及管理家里面的这些设备 到这呢可能就会有弹幕飘过 这不就是内网穿透吗 类似FRP、NJOK、RealTea这些轻松的实现异地组网 那有些服务呢还是免费的 比如像RealTea它就可以免费的组网 这里啊你可以理解为内网穿透是被SD1所包含的 但是不能说内网穿透等于SD1 总的来说呢 SD1呢是以性价比为导向 针对关键业务的品质与可用性 提供保障的所有技术和资源整合的方案 或者说是服务啊 因为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 动态组合技术和资源 所以呢大家会简单的理解为内网穿透啊 也没错啊 因为内网穿透呢 也是它其中的一项核心的服务 只是说呢和一些内网穿透的工具呢 就完全没有可比性了 那想具体了解SD1的话呢 大家可以自行百科啊 我这里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把它讲得很全面啊 跟随着这个潮流啊 现在基本上有实力的网络公司呢 都推出了自家的SD1的服务 针对各家的SD1呢 在服务费上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从资费上来做抉择就很难选择了 大家都是商量好的市场统一家 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从各家的技术服务上去体验了 首先呢 这期视频呢 我们会从我们最最最熟悉的爱快的系统 他们家的SD1来开始体验 爱快的SD1呢 目前已经更新到了3.0版本 在安全方面有着重要的技术突破 成功引入基于零信任的SDP设计理念 SDP呢 翻译过来呢 就是软件定义的边界 是国际营安全联盟 CSI在2013年提出的全新一代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啊 实现呢 安全性高 更轻量化 细利化的安全连接管控 为企业构筑虚拟网络的完全边界 SD1呢 听上去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啊 那么在配置使用的时候呢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复杂呢 实际上我自己感觉啊 比部署我们常用的FRP NJoke这些内网穿透工具来说啊 还要更简单 得益于复杂的过程呢 爱快公司都帮我们解决了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做适配就可以了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一台搭载爱快路由系统的设备 可以是我们发烧玩家用的软路由 也可以用爱快自家的硬路由 甚至你可以去某一解一个几十块的X86的设备去安装爱快软流的系统 然后在爱快路由器的后台呢 绑定爱快银的服务 进入到爱快银的服务平台 找到SD1的服务 选择异地主网 根据你们公司或者是个人的需求呢 选择对应的套餐类型进行主网 只需要添加路由器节点和客户端节点即可 添加客户端节点时可以深度绑定钉钉和企业微信 这样呢针对企业就非常的方便了 可以说呢主网非常的快 操作熟练的几秒钟即可完成主网 主网完成后可以可视化预览主网状态 查看托布图以及管理组内成员等等 异地设备连接也是非常的便捷 爱快SD1已经提供了全平台的客户端 Windows、安卓、iOS 这里的iOS呢已经包含了Mac版本 下面还提供了Windows和Linux的服务端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用爱快软流的系统的话 那么你可以把服务端安装在Windows或者是Linux上 所以说呢自由度非常的高 从这一点看呢并不像其他家的SD1呢 需要强制绑定自家的硬件设备 爱快的SD1呢针对商用级别 比如营业、医院、药店、企业等等场景 大家可以参考爱快的SD1的页面介绍啊 我这里只有条件以家用级别来为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那么组网成功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爱快的后台组网成员这里可以看到节点的类型 那我的这里的节点有路由器节点和软件客户端节点 实际上呢这里还有一种节点类型呢 就是服务器节点类型 那么服务器节点类型其实和路由器节点类型其实差不多 所以这里就不单独列举了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先来看一下路由器节点和软件客户端的节点 路由器节点呢实际上就是在你的总公司呢 部署一个带爱快软路由系统的一个路由器 那么就像我开始说的可以用爱快自家的路由器 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个软路由或者是普通的X86的主机去安装一个爱快的软路由系统就可以实现 然后呢在异地的分公司同样部署一个带有爱快系统的路由器 通过爱快营的后台呢在SD1页面把两个路由器节点呢组成成员 那么这样呢他们之间呢就已经组成了异地主网 那么分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设备呢只要连接到了这台路由器下面的网络 就自动会和总公司的网络呢建立异地主网 这样呢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呢就可以相互通信了 那路由器节点和路由器节点的主网成员呢就可以享受这个网络是直连优先的一个状态 这种的连接方式呢就不会用到中转的带宽 那这样的连接的速度是最快的 最快速度都是取决于你公司的网络的上行的或者下行的最大带宽 软件客户端节点呢主要是针对移动的设备啊 那同样是在你们的总公司去部署一个带有爱快路由系统的一个路由器 然后呢我们的电脑手机在用其他的网络的情况下 那么就可以使用爱快的SD1的这个软件客户端 同样呢在爱快营的后台呢把软件客户端的成员直接加入进去 这样我们使用软件客户端的设备呢就可以和总公司的网络形成了局域网 那由于使用的是软件客户端 那所以这边呢就会用到中转的带宽 那中转的带宽呢就是由爱快的服务器来提供的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场景 我现在是用了两个爱快软路由系统的路由器 分别部署在两个地方 那一个地方呢是用的是电信的网络 另外一个地方用的是移动的网络 通过可视化的图和TOP图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两个路由器节点呢 现在是已经接通的状态 现在呢我在电脑接入的就是我家的网络 然后我家的网络呢是用的是电信的 现在呢就处于我家的局域网 那么在我家里面的局域网呢 当然是可以通过本地的这些IP地址呢 登陆到家里面的这些后台地址啊 包括路由器后台啊NAS等等 大家可以记住我的这个后台网段是10.0这个网段 现在呢我直接切换为异地的网络 异地的网络用的是移动的网络 那并且呢是部署了爱快的路由器的 从IP地址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是192.168开头了 那不再是刚才的10.10那个网段了 路由器节点与路由器节点之间主网呢 是不需要再借助到这个软件客户端 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用到软件客户端 那么我们只要在两个路由器下的所有设备呢 都是形成了一个局域网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虽然IP地址不同 但是呢我们可以输入刚才的内网的IP地址 同样呢可以访问到我家里面的这些路由器的后台 包括NAS的后台 在异地的电脑端呢也可以像在本地一样映射出我们NAS的磁盘文件啊 那这样那么可以直接的上传和下载异地的这个文件 现在呢我从异地的这台电脑呢 直接拖一个文件到我映射出来的NAS的磁盘里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它的上传速度呢 大概是在两兆每秒左右 目前的状态呢就是路由器节点也路由器节点组网 那它现在的带宽呢是属于直链的状态 直链的这个速度呢就取决于你宽带的上行以及下行的这个速度了 现在呢我来演示一下软件客户端来组网 我的这台电脑呢现在直接连接手机的司机网络啊 形成异地的一个网络 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连接手机的司机网络以后呢 获取的IP地址是17啊这个网段 那么现在我在想进入到我的路由器的后台的这个10.0这个网段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开启爱快的SD网的软件客户端了 这个客户端我现在演示的是在苹果电脑下的 那你用手机也是一样的操作逻辑方法 包括在Windows下也是一样的 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你的手机号 不需要注册 然后呢获取验证码登录即可 只要你在爱快音的后台把手机号码添加为成员 那么登录客户端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组网成功 现在那我们再重新进一下我们家里面的后台地址啊 通过本地的IP地址就可以很轻松的访问到家里面的各个设备了 同样也是和在本地一样啊 可以通过电脑的映射NAS的磁盘呢直接访问 只是用软件客户端就不能用直连了 只能用中转的速度了 那中转的速率的话呢 是需要你去根据你的需求去购买这个速率的 最后再来提一下 如果你想在Windows或者是Linux下使用爱快SD1的服务端 那如何使用呢 这个服务端呢 它会要求你填写一个许可号 在爱快音的后台 然后呢找到SD1 在里面有个账号管理 那这里呢我们再添加一个 这里就会有个账号类型选择 这里我们选择服务端 然后备注你随便设置一下就行 然后呢去支付开通这个服务器节点 然后呢把这个key呢复制到服务端里面去啊 就可以使用了 爱快的SD1呢 以其他品牌的优势在于不需要硬件的绑定 只需要一台软绿或者是X86的设备 那甚至都可以不需要 服务端直接安装在Windows或者是Linux上 即可使用SD1的轻松组网 在同时SD1的技术和知识下呢 可以说爱快的SD1组网是非常便捷的了 对个人而言可以说少了一部分的硬件开支 以及技术的门槛 对企业而言绑定组织架构 节点组备 透明网桥部署 零配置等等这些技术呢 大大减少了企业的组网时间成本 以及技术的运维成本 同时呢还能减少异地高支费 专线宽带的部署费用 重点是SD1这项技术呢 在轻松的异地组网的同时呢 还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那么企业呢是值得拥有的 个人的话呢就看需求了 好了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